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有50%的几率可以看到月亮露脸 而新竹以南 台中 高雄 赏月指数都很高 东半部是多云甚至降雨 赏月几率偏低 而另外 今晚除了赏月 还可以看到土星和月 土星就在月亮的旁边 非常靠近 周二就是中秋节 今年赏月在夜空中还有土星相伴 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 近期适逢土星全年最亮也最适合观赏的时段 预计在中秋节当晚6点22分发生土星和月 两者在视线方向上静置仅有0.3度 肉眼可见 月亮旁边的亮点就是土星 这是21世纪唯一一次土星和月发生在中秋节 你会在月亮的旁边看到土星 那我们有统计过就是在这21世纪以内啊 只有今年的中秋节可以在月亮的旁边看到 我们的行星刚好在旁边 除了土星和月外 今年中秋的月亮 距离来到与地球不到36万公里 就是俗称的超级月亮 肉眼看来既大且圆 对比今年二月年度最小满月 视觉直径大了约13% 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是一个椭圆形 那刚好今年中秋节月亮就在禁地点的附近 那在天文科学上 这种现象称为禁地满月 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超级月亮 气象鼠也整理出中秋节当天各地月初时间 本岛最早 落在宜兰花莲的下午5点28分 不过当天东半部多云甚至降雨 赏月几率偏低 而桃源以北可能是云雾半月 大台北有50%几率可看到月亮露脸 而新竹以南 澎湖金门都是秦道多云 台中高雄赏月指数都很高 记者宣传林间台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中国时报是 绿色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指出 近十年受到了极端气候影响 烤肉常用的肉类 海鲜 蔬菜 或是中秋伴手礼 月饼等 涨幅达到了三到九成 呼吁政府正是气候通膨 所带来的冲击 尽速严拟对策 再来看到 自由时报时报道 家义有母亲认为儿子放在家中的一批漫画受潮 禁字扔掉回收 儿子不满 告上法院 虽然检方试图让母子和解 但是儿子坚决提告 最后法院判母亲 罚金五千元 联合报提到了 我国老年人口超过四百四十万 但是全国只有列策五万三千多名的长者需要关怀 幼都列策比率都大概在百分之一上下 明代质疑 这是近年孤独死悲剧平传的原因 而看完报纸的重点之后 继续再来关心 金管会昨天晚间召开记者会 针对中信金申请投资新光金一案 提出了四大理由予以还议 等于不同意中信金公开收购新光金 对这样子的一个整并案件 相关的这个整备跟这个书件上面整备的计划 不是这么足够 金管会审查的结果是 管议就是我们不同意 金管会提出的四大疑虑 包括中信金投资计划内容 对于各种整并可能状况 未有完整规划 以致购足股份计划 以及整并方案不完备 对于若未能完成整并的试股处理 欠缺具体执行内容 对被投资事业受险子公司 财务状况掌握不足 公开收购以换股为支付对价方式 对双方股东权益保障不足 中信金控的事故方案内容 欠缺具体 我们检视了中信金控所提的内容的依据 没有办法显示 可以充分掌握目标公司的受险子公司的 损益跟财务状况 金管会强调 合议或非合议并购并不存在优先性 金管会政策目标不变 仍然鼓励金融机构进行良性 而且尊重市场秩序的并购 金融市场虽然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 但任何并购行为 不能有碍金融秩序跟市场的稳定 彼此竞争也要相互尊重 中信金发布新闻稿表示 有关金管会宣布 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 申请投资新光金融控股公司案 予以款益 中国信托金控表示感到遗憾 尊重主管机关决议 台信金回应 感谢主管机关做出明智的决定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也欲请双方公司股东 一起支持台新新光病 新光金控也发声明 对于金管会缓议的决议予以尊重 与台信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案 后续仍将依相关法令办理 记者沙燕其无其昌综合报道 诈骗猖獗 转户要有风险管控 想请问一下今天领这笔款项的用途是什么呢 现在领钱还要身份证 车手乔装成民众到银行林贵 想提领七十万现金 遭机警行员发现成功阻诈 原来这是国泰市华银行和刑事警察局 合作演出反诈情金剧 借此呼吁各分行要提高警觉阻诈 被所控的账户有高达九成 在之后变成警示账户或其他不法可疑账户 让诈团无法操控这些账户 有鉴于国内金融诈骗评传 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金管会主委 彭金龙十六号前往国泰市华银行 视察银行业者如何透过联防机制阻诈 卓荣泰表示中央政府明年已经 编列七十三亿元的预算打诈 未来打诈需要建立生态系 由于近期常换工作的跳槽民众新转户 变成人头户新破口 银行局表示银行因强化和客户合作 对于离职员工新转户要有风险控管 AI的导入我们认为是重中之重 请金融机构那必须要在资讯方面 在这个科技打诈方面要能够导入之外 那我们也鼓励金融机构 那能够以联防的方式 做阻诈应该最有利的一个利器 政府机关全面打诈不只从金融面着手 高雄市湖内分局在今年暑假 在辖区金融机构和超商 成功拦阻三件诈骗 提醒民众要多一份警觉心 如要投资还是要循正常管道 以免辛苦潜入了诈骗集团口袋 另外配合诈欺犯罪危害防止条例 述发布预告修正草案 电信业如果违反防诈条例规定被开罚 将限制一年期间内的号码合配数量 记者员自郭俊林台北高雄报导 再来关心台北市金华城案的侦办进度 北检昨天是再度传唤金华城董事长 陈玉坤来说明 而另外对于各界关切 侦办团队是否泄密 违反侦查不公开 北检陆续传唤三例电视台在内的五名记者 随后发出声明 强调媒体的消息来源 并非来自公务人员 也就是侦办团队没有泄密 北检持续侦办金华城案 日前一千两百万交保的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十六号再度被传唤 而柯问哲遭积压禁件进入第十二天 委任律师郑生员一早现身台北看守所 进行绿件约两个小时 帮他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 没有回应 不过各界高度关注 检方是否规划 第三度提讯科文哲或进行测谎 甚至于在押被告对职 而审庆经上周五第二度因身体不适 借护送医 委任律师岳芳如 当晚申请聚保停止积压 基于人道的考量 他要慎重的去调查 那最后当然还是尊重法院的决定 对此北院十六号表示 因申请聚保的积压状 只有律师签名 没有审庆经签名盖章 需在七日内补证后再行审查 而民众党与立委黄珊珊 近期接连以图卡跟PO文 指出内政部规范 一般性融资奖励 上限20%全国一致 且北市一系部计划 给予金华城融奖 完全没有违法问题 但说法被蓝绿议员反驳 当他们在引用台湾省制制条例的时候 我不知道 难道不知道台北市是直辖市 台北市有自己的这个制制条例吗 非常压抑黄珊珊 引用都市计划法25条 承认当时是市政府认为 主动认为金华城的土地 有必要帮他修这个计划 这句话是制政土利 而且制政有罪 而且一句话把公务员给害死了 台北市政府收到了厂商业者的承评 依法来进到了都发局跟都委会 研议跟审议 那这些也都是依法办理 并没有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一位红建议则点名 前北市顾问蔡碧如 是金华城案的隐藏版人物 蔡碧如严正否认 并表示将在18号提告 据北检为了自清 分案侦办泄密仪式 以传唤五位记者道庭说明 并发出声明强调 相关报导与眷政有诸多不服之处 消息来源军非公务人员 侦办团队没有泄露侦查内容的状况 解综合报道 台中市15号晚间 发生一起一岁半男童死亡的案件 翁姓女子将儿子 托给一名省姓女子 全天照顾 结果疑似吞咽衣物窒息 送医急救后 人就不拒 警方与社会局发现 男童的身上还有其他伤势 一查 省姓女子也没有任何保姆执照 还违法收拖四名幼童 公益大厦住户进出一如往常 但楼下警卫拒绝多谈 台中市北屯区15号晚间9点左右 一名一岁半男童疑似因吞咽异物 阻塞呼吸道窒息 被紧急送医 但经过抢救人宣告不至 台中市府调查发现 男童妈妈24岁王姓女子 今年三月经朋友介绍 将幼儿交给48岁省姓女子 24小时照顾 每月费用两万五千元 但省女没有保姆登记 还违法收拖四名幼童 15号当天 省女带着一名收拖小孩出门 由自己的两个孩子照看其他幼童 回家后才发现一岁半男童脸色发白 急救过程从嘴巴吐出一元硬币与小玩具 另外也发现男童全身有大面积新旧伤 从男童嘴巴取出一元硬币与小玩具 并发现男童全身有大面积新旧伤 经查审姓女子没有保姆登记证 违法收拖 社会局表示 审女针对伤事否认施虐 强调是男童调皮摔伤或撞到 违法收拖以违反而少权法第26条 将储六千至三万人罚还 警方则已经报请司法相验 要离清男童确切死因 记者亚明峰彭焕群台中报导 国内每年因为过敏就医的人数超过350万人 最新调查发现 常见引发过敏的食物前三名为 虾子、螃蟹和花生 主要的症状为皮肤痒、气喘、蕁麻疹等等 严重的话还可能休克死亡 小部分幼儿对于牛奶、鸡蛋等过敏 出现了腹泻、呕吐等非典型症状 常被误诊为肠胃炎 医院小儿科后诊区满满都是人 其中大多数是因为小孩过敏症状来就医 让不少过敏儿妈妈伤透脑筋 她吃食物也会过敏 吃到那个豆腐啊 然后跟蛋也都会过敏 她有蕁麻疹然后她有鼻子过敏 然后就症状就是会气症子跟痒 台湾儿童过敏盛行率居高不下 根据台湾过敏气喘 即临床免疫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 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 食物过敏比率持续增加 从2004年的7.7%到2017年 攀升到10.4% 成人则是从6.4%上升到12.5% 常见引发过敏的食物 前三名分别为虾子 螃蟹及花生 主要症状为皮肤痒 气喘 蕁麻疹跟眼睛肿等 严重的话还可能休克死亡 过敏性休克就是 它可能全身的反应 然后会导致它有一些低血压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 要赶快立即就医 医师提醒少部分幼儿患有食物蛋白 诱发肠炎症候群 对于花生 鸡蛋 牛奶等食物过敏 出现腹泻 呕吐等非典型症状 常被误诊为肠胃炎 而食药署则是强调 市售包装食品都必须标示 11项过敏性内容物警语 否则将依食安法 最高可处300万元罚还 记者那顺便 陈昌伟 台湾报道 主计总处公布 去年高等教育可支配所得 而其中专科毕业生 所得中位数为将近57万 再度超越大学毕业生的54万 而且专科生收入 已经连续14年高于大学生 有学者分析 目前在职场中 拥有专科学历的人 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 投入职场时间 常收入相对高 拥有一技之长 比起拥有大学学历来得吃香吗 从主计总处调查资料中 去年各学历的薪资状况 专科生可支配所得中位数 再度超越大学 我本来也想去一些什么中文系 但是就会有人跟我说 那个没有什么未来 因为护理科毕业之后 然后考证照就可以直接上班了 就也不用再找一些其他的 如果依照教育程度来区分 有研究所以上学历的民众 可支配所得中位数是89.71万 是所有教育程度中薪资最高 专科生的薪资中位数 则是56.94万 连续14年潮车大学 反观大学薪资中位数 只有53.9万 年增0.43% 学者指出过来学生选择的科系 攸关毕业后的薪资成长曲线 人力专家表示 理工科和文组科学生 毕业后的起薪失衡 特别在这种AI风潮的浪潮 兴起之下可能外销导向科技的这种 制造业的薪资会高于服务产业 那这种理工组毕业生的薪资优势 还是就会明显高于文组学生 有学者建议学生想避免低薪 恐怕得一改过往用兴趣找工作 而改以工作培养兴趣 如果是念文史哲的大学生 在校可跨领域学习 增加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 记者员此过去的一台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再度遭遇到暗杀未遂 当时他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 一名男子持枪企图暗杀他 但是在开枪之前 被特勤人员发现 嫌犯随后开车逃逸 但很快就遭到逮捕 这次川普没有受伤 事后也在社群贴文 向支持者来报平安 案发现场附近的街道 随处可见警员与警车加强警戒 包括棕榈滩郡与相邻的马丁郡 警方动员大批人力 追捕逃离现场的嫌犯 警方除了在95号周际公路抓到嫌犯 也在案发现场附近一处铁丝网外 发现疑似嫌犯使用的装备 事后调查发现 58岁的嫌犯莱恩鲁斯登记住址是几千公里以外的夏威夷 从他过去在社群网路发表的内容 可以清楚看出鲁斯的政治倾向 除了脸书封面照片用的是乌克兰国旗 鲁斯也公开展示 自己从华府到基辅到处奔走 用尽方法为乌克兰招募外籍佣兵 鲁斯除了在美国招募志愿者前往乌克兰作战 还把触角伸向曾经在阿富汗与美军合作 后来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退伍军人 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鲁斯曾在po文中说他愿意飞往乌克兰作战 即使阵亡异乡也在所不惜 另外纽约时报除了重提2023年访问鲁斯 谈到为乌克兰奔走之外 也提到他在2020年的社群po文指出 他打算邀请金正恩到夏威夷度假 与金正恩商讨如何解决美国与北韩的气贱与争议 公事新闻 许家仁编译 关心天气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迹象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